哎呀我这个豆子啊今天下那么大的雨 把我的豆子全部给淋湿了啊看一下 这个豆子都还没有扯回家就被淋湿了看一下 哎呀我这个拿来做豆腐的 哎呀气死我了那个包哥啊 说煮那个鱼塘啊说给2000块钱给我买鱼苗那天 他给500给我刚才 这么烤以后我不煮鱼塘给他了 太小气了说话跟着脑膜炎一样的 我就觉得他脑子是不是只有半遍说呀 这种人说话谁都不相信 一下子我给2000给的时候又给500也太抠了 做生意都舍不得出点钱还做什么生意啊 还是自己去趴菜饭吃饼算了 真的是以后别来走我来走我也不追他了 看到了这种人我就讨厌 我今天来看了一下我的豆子啊好湿等明天出太阳啊我再扯回家 太湿了 哎呀我扯了一点这个 红薯啊这个拿回去喂鸡 这种小个小个的要不得了拿回去喂鸡算了 跳脸回去小宝我们回家了小宝回家喽 呀我们跳起回家 慢慢跳啊好不好 这两天如果有人问我煮鱼塘我就煮给别人我不煮给包哥 这人太过分了真的说话从来都没有算数过 真的好过分越想越来火真的这种人 浪费我的时间 快我早就走出去了 哎 小宝 上一天来这里找我吃啊拍菜饭的视频 一样都帮我干不了东摸西摸的什么都不会干 哎呀干嘛 哎呀你还送我去干嘛 我这里帮小宝买了一桶奶粉 你怎么知道小宝吃这种奶粉呀 我在这个视频上看到过的呀 他直接吃这个奶粉这个奶粉它三百块钱呢 啊三百块钱啊啊正宗超市买的 三百块钱你舍得奶鱼苗钱舍不得住啊 哎呀我想你你说一直说明奶啊啊奶嫂啊啊 小宝瘦了不够吃啊啊我想给你 哎三百块钱你都拿快了啊 哎呀快什么就放这里啊 我买我买的多都便宜一点 你还买那么贵 哎呀一样的嘛 你为什么要帮小宝买奶粉啊啊 他现在你说上来了不够吃奶粉 你这个钱呢就放下来吧啊 放下来 就是这样我跟你这个伞大 你有两个人我一个人我跟你换把伞 来吧啊这个伞大啊这个伞 哎呀你知道怎么生销的啦搞了我的手扎张的 你看哇 你这个啊 哎呀呀你这个月下这么大 不要去把这个伞 虾子又淡淡的而且又生销哪干什么 一个伞都要计较 我以为你没有伞 你看这个水还能洗洗手呢 你把伞你的鸡叫剩销坏的都去买 我怕你两块钱 我家再结缘一点 把钱省下来 我把小宝买奶粉 这个伞用旧一点没关系 你知道你怎么这么抠 我真的今天我才知道 抠得真的是出油 那个鱼汤我不煮给你了 哎呀呀呀你本来 哎呀你这个不住就不行了 我要吃饭了 我要生活呀 我要明年要靠鱼汤创业 我住给你 你太小心了 出500块钱我住不了 你要这样我要创业了 你这样我没办法 我这样你怎么生活 你创不了业的 你太抠门了 怎么我抠门 哎呀这个伞给你 我也不知道这个伞就 你连着伞你都计较到人 你做得上生意吗 这样是打一点 把这个奶粉撑一点 你这做生意要投资 知道没有 不是说几百块钱的事情就能解决的 有些事情 太抠门了 你现在把那一切我也全部拿过来 不拿过来我就不煮给你了 这1000块钱 对啊 好这个就给1000吧 先给1000块钱买鱼苗啊 啊够吧够了哦 påh 还要买鲨鱼 cie 以后下次还要给1000块钱买鲨鱼 啊 鲨鱼要扇你? 这个是 鱼苗1000块钱 啊500块钱买鱼苗 500块钱买鱼鱼 不行那我不住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你给我 给了给给 1000块钱买鱼苗 1000块钱买鱼苗 500块钱买鱼苗 5000块钱买鱼苗 不行 你这样走就不做给你了 你浪费我的鱼糖 我的鱼糖四母那么宽 我做给别人 哎呀呀呀呀呀 好好好 我猫 马上写一个白纸黑纸 趁着准一下够不够 过来 趁着小宝 小宝 小宝 看一下够不够呢 500 500 看到 没自己控制的 345 够了 这里是1000块钱 这里就是鱼苗钱 然后明天再去取1000 找哪资料 这资料我就不花钱了吧 1000块钱不花钱 拿我来帮你喂 我帮你喂鱼 真的是 资料还有钱 你自己养鱼肯定要你租钱 又不是我养鱼 是你租我们家的鱼糖 我给你奶粉300块钱 我给你700就够了 你这个奶粉 是你自己自愿买的 我不要 啊 啊 我不敢不敢 你自己自愿买的 我自愿是给小宝吃的啊 对啊 那你干嘛从这里 这里1000块钱 这里扣呢 自愿买的就送给小宝 你干嘛扣呢 这个鱼苗还鱼苗啊 你真的是公文 哈哈哈哈 说的就男人 好好好 拿去拿去 臭男人 臭男人 好好好 哎呀呀呀 小母对语了 说好了啊 说好了 明天取1000块钱 交送料钱 还有上次欠我那个鱼糖 那个租金 还有一千块租金 还没得 2000块钱 还要2000块钱 你那个租金 欠我1000块的租金 那鱼糖 师傅花个租金啊 1000块的租金啊 不要啊 租金 租金2000块钱一年啊 租金要什么 你鱼糖里面东西 我也不能把鱼糖 以后不住了 也不能把鱼糖飞走 那那那人家谁租给你啊 谁给你养鱼啊 你去问一下人家 你就养人家鱼糖 不要你租金啊 本来就是认识了吗 还有还有什么租金 认识不认识啊 我的租金是2000块钱一年 对不对 那那你 那天付了1000 还有一千块的租金啊 是不是 那我又没要你3000块钱一年 我要你2000块钱一年 你就很便宜了 听得懂没有啊 老闻爷 啊知道了知道了 主播主 你去画 主播主 确定好了没有 确定好了没有 我就拿着了 啊 你这事给我想一想嘛 干嘛还要想一想的呀 你真的1000块钱买鱼苗 想都不用想 用脚趾头 你都想得到 干嘛 干什么 我想想有点懊悔了 有点懊悔了 现在我还后悔了呢 这1000块钱不给你了 不给我了 照不给你了 哎呀呀呀呀 我今天给500千还要付房租呢 付房租啊 啊 你这个人 你这个脑袋花 一下子又给 一下子又不给 一下子给500 一下子又说给2000 教育的是不是个人呢 你这个人 哦 你这个人那么喜欢防肥 拿这个鱼伞 烂烂的这个鱼伞 你手都生锈 又抠门 把这个鱼伞给 我在怀疑你 买这个 拿肥是不是过期的 我看一下 那刚刚生产的哪里过期的 啊 还好不是过期的 过期的我就 我在超市买的 正规的 超市买的 你这种人小心眼 实事都要防着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就讲好了 怎么办 讲好了 讲好了 这1000块钱亏我了 明天我就帮你抓鱼苗回来 好 抓1000块钱鱼苗回来 放到鱼汤里面 好的 然后你再给1000块钱 剩下钱给我 还要给1000块 我买鱼汤的租金 没我就2000块钱 啊 知道吧 高兴说了没有 明年什么时候好上鱼啊 养半年就可以了 半年就可以了 半年就可以抽鱼汤了 从那个鱼汤的那个 那个 那个鱼就是你的呀 啊 就是你卖了多少钱 都是你的 啊 我就说你这个 我帮你去买鱼苗 要收你租金2000块钱 一年就得了 你爸是买鱼的 以后这个抽上了鱼 有人收购吗 拿过来的 是我的鱼啥 干啥给你租 啊 你租这个生锈的吗 租这个生锈的 我想个大一点啊 大个鬼大 你敢用吗 我不要 这个到明年这个鱼养大了 叫你爸帮我卖 你爸不是在菜上面买鱼的吗 对啊 啊 这个鱼 叫你爸卖 然后多一点 再批给人家 啊 再批给人家 啊 到明年呢 你这个生锈的鱼汤 再给我养 啊 再给你养 你把这个挑回家 这个挑回家 哎 那个鱼的销路 你不用愁 有我在 你不用愁 啊 不愁销路 对 你卖得掉 知道吧 啊 这个最近有毛利上来了 啊 对 而且 而且这个销路的话 我有办法帮你卖掉 好的 好的 这一千块钱我拿着了啊 啊 网友们看着 我拿着了啊 这一千块钱 这个我现在挑 把这个挑一下 啊 挑一下 挑一下 这边 啊 这边 我看哪里啊 这边啊 啊 哎呀 这这闪 不要了 不要了 我这个闪还不守得灌掉 还是撑了闪吧